城主夫人出去打仗 这贵妇圈里早就传开了 那 城主夫人跟城主要合离的事 要不然说你厉害呢 你看 来了没几天 就搞得公共婆婆都合离了 我跟你说 现在选武城的夫人啊 纷纷效仿城主夫人 都要当家做主 这城主知道了 气个半死 怎么了 行 行 行 走行啊 从即日起 女人上街需绣长即腕 下摆即怀 这三福丁不得热死啊 女人不准进学堂 不准私字席字 那怎么赚钱啊 女人不得参政经商 商户不得雇佣女人 原来在这儿等 四岁缠足 窦寇树兄 无一例外 合着都缠女人身上 男人什么都不用缠 女人不得主动提收合离 那嫁人不就等于 没有回头路了 禁止怀孕堕胎 就这个还靠谱 靠谱啥靠谱 万一男人生病 煮成熟饭不认账 那你们多吃亏啊 这玄虎城城主 怎么回事啊 这玄虎城城主 怎么回事啊 这样看来还是花园城好 要不然我也回花园城 过回我从前的逍遥日子 从即日起啊 男人上街虚 绣长即腕 下摆即怀 花园城这天气 不到三福丁就热死了 就是 男人不准进学堂 不准私自读书洗字 现在偷偷学也不行了 那您不是连私塾都办不成了 男人不准参政经商 商户不得雇佣男人 那男人只能仲天成亲 男人不得主动提出合离 成了亲就等于没有回头路 见一个爱一个女人太多了 女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 选择是否生下孩子 男人无权干涉 那女人要不认账怎么办 一山不着 给我抓起来 是 干什么 走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你们凭什么抓我 这是你下的命令 你不是只说要当私君 掌揽兵权 怎么还擅自代理政事 下一步 是不是就要继任城主了 如果我说是 你代如何 我不能如何 只是城主 之前已经准许男人做官 花园城明峰已经开化 你怎么能违背她的政令 这到底是母亲的政令 还是陈千千的政令 这不过是母亲生病时 陈千千代理政务所制定的规矩 这都是错的 我要让花园城 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你如今代理政事 不管对错 只管雨千千对着看 你去街上看一看 不光是男人 女人对此也十分不满 你这是倒行逆施 违背名义 现在花园城的权力 都捏在我的手上 我的意愿 才是名义 朱朱 我之前认思学时 可不是这般教导你的 可你现在已经不是思学了 我也不是以前的二郡主了 我再也不会受任何人摆布